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工作是自己的工作 就是睡到只10点 11点 闹钟响起都会赖床 可是这个症灾我们就不会赖床 就是有一个责任心就是在生 我们就快快爬起来 因为大家都在等我们 我们不能吃 物资搬育完毕后 土俊龙已经全身湿透 然而来不及换衣服 他们夫妻俩就要赶去发放物资的现场了 你要换衣服先吗 所以要换衣服先吗 早上几点出门到几点回家 就是一整天是多少个小时啊 算不完哦 早上啊七点大概七点就到回所 七八点了都会到回所 都是坐到整10点 11点再回 那这样子会很累吗 不会啊 越做越发型 当然会累 可是身内心不累 除了负责物资 他们父亲俩也处理交通安排 全方位给予不畏 年纪轻轻的他们干劲十足 没想到他们已经为人父母 拥有一个六个月大的孩子 这次的灾难让他们放下了 刚起步的事业和家业 全程投入 为苦难人而伸出援手 好来宝贝到了宝贝到了 然后我看他们外周师兄姐 都做到很发喜啊 也学到很多东西 我们也辛苦一点都无所谓啦 收入会少一点啊 我们钱赚得回啦 所以要开心办了啦 我们这种更加身体那么健康的 我们更加要付出 孩子其实今天要打针的 可是没有办法 我们的活动都是到这几天 就没有办法赶回去 都有打电话去问家婆是怎样怎样 其实心里也蛮疼啦 因为孩子今天打针 可是没有办法 我们还是要撑下去 年轻就是本钱 儿童俊龙和陈美兴学习 善用这本钱为人群付出 无所求的信念 让他们体会到 金钱买不到的快乐 打针新闻 胡慧芬 黄晏碧 马来西亚 彭衡采访报导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